而配合万圣节到来也希望借机可以舒缓同仁的工作压力 提升服务效率 简安乡公所举办了手作万圣节饼干活动 乡长游淑珍和同仁一起来体验手作的乐趣 大家分组进行彼此相互指导 在过程当中充满了欢笑 游淑珍希望短暂的轻松学习活动 可以促进同仁的身心愉快 更可以以更高的量能来服务简安乡亲 简安乡公所举办万圣节手作糕点文康活动 在小组分工互助之下 充分发挥了团结合作精神 大家共同欢乐动手作巫婆的手指饼干 还有可爱的蜘蛛甜点 带来情绪疗愈的快乐动能 而在手作当中 大家也细心的学习 创造更高的服务默契 在欢笑声当中升华同事的情谊 一向严肃的公务部门 带来不一样的可爱万圣节 让我们辛苦用心的公务人员 可以在工作服务之余 也能带来满满的不一样的学习 从我们巫婆的手指 到可怕的蜘蛛甜点 我相信这都是带来 生活跟服务中疗愈自己 心情的一个动能 吉安相公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 能够更有开朗幸福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以外 也带来自己满满学习的一个疗愈 所以我们再一次开启学习 在未来的每一个时刻里面 服务到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志向 也带来满满从作中学习 带来了我们团结的一个大家的共识 所以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游淑珍表示乡公所每个月都会规划办理不同主题的文康活动 来提供职场多元竞争力 同时也希望透过不同的创意方式 增加丰富思考力 还有转变创新的思维 进而可以提升各项乡务工作效能 同时也可以让繁忙的公务脚步稍作停歇 用欢欣的手作得到身心最好的舒展 介络会简安相报道 谢谢大家